夏天到了 小树蛙最喜欢窝在冷气房里 一边吃着美味的冰棒 一边吹着凉爽的冷气 享受炎炎夏日的小确幸 但是两个月后 小树蛙收到电费账单时 吓了一跳 怎么会这么贵啊 刚好狐狸猫来小树蛙家玩 看到小树蛙东张西望 好像在场上 找什么东西的样子 便询问它发生了什么事 小树蛙表示 它觉得自己被电力公司监视着 不然电力公司 怎么会知道它在开冷气 才要它缴这么多的电费 狐狸猫听完后 噗痴一声笑了出来 说小树蛙 你是特务电影看太多吗 电力公司是用瓦石剂 来记录家庭用电的 说完就带着小树蛙去看 原来在小树蛙家外面的配电盘前 装设了瓦石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表 是用来记录用户消耗总电能的装置 可以知道家里使用了多少电 电力公司大约每两个月 会派人来记录电表 再根据消耗的电能多寡 来计算电费 小树蛙恍然大悟 原来是靠这个小东西啊 那电费是怎么算的呢 狐狸猫接着说 电力公司用度 作为用户消耗总电能的计量单位 一度电等于1000瓦小时 相当于使用功率1000瓦各的电器 一小时所消耗的电能 也等于3.6乘以10的六次方焦耳的能量 举例来说 50瓦的电灯连续开了20小时 那消耗的电能就是一度电 小树蛙点点头 表示自己的电费这么高 一定是因为用了很多度电的关系 狐狸猫则说还有别的原因 首先 由于电力公司是采用累进费率的方式 来计算电费 把用电度数分成六个不同的等级 每个等级的价格不同 如果用越多电 每度电的价格会越高 假设 4、5月 一共用了1000度电 那依据电力公司的用电度数等级来看 可以把1000度电分成三个部分 前120度电 两个月为240度 每度电是1.63元 第二部分是121到330度 两个月一共是420度电 每度电是2.1元 最后一部分是331到500度 两个月一共是340度电 每度电是2.89元 那么把这三个部分加起来45入后 就是4、5月总共要缴的电费 2256元 这种累进费率的计算方式 可以达到使用者付费的效果 同时也能提醒大家节约用电 其次还有季节电价的缘故 夏天的时候 有许多的家庭都会开冷气来消暑 在用电量增加的状况下 供电成本就会比较高 因此 电力公司将6到9月下月期间的电价 稍微调高一些 而其他8个非下月期间的月份 他们的电价会稍微降低一些 换句话说 季节电价是一种反映不同季节供电成本的制度 小树蛙抓抓头 原来有累进费率和季节电价的计算方式 难怪夏天的电费通常都比冬天还要多 可是夏天真的好热 没有冷气不行啊 不知道有哪些方法 既可以节电又能省钱的呢 当然有咯 接着让我们和小树蛙跟着狐狸猫的脚步 一起来了解 智慧节电9撇步 第一步 太旧换新有诀窍 认名标示很重要 第二步 冷气安装日晒少 滤网清洗空气好 第三步 冷气室温26至28度 夏日青山好凉爽 第四步 冰箱储藏8分满 热时冷却不耗电 第五步 灯具换装省电灯 聪明省电又节能 第六步 电器加装定时器 轻松省电好便利 第七步 电脑不用旧关机 节能省钱笑嘻嘻 第八步 随手关灯拔插头 省电省钱爱地球 第九步 少看电视多运动 走出户外动一动 有了狐狸猫提供的节电妙招 相信小树蛙下棋脚电费时 不会在荷包大师写咯 亲爱的同学 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着手 节电省荷包 一起爱地球吧 接下来 再和小树蛙复习一下 狐狸猫所说的重点 瓦石计是电力公司 用来记录用户 消耗总电能的装置 又称为电表 而度是电力公司 作为用户 消耗总电能的计量单位 电费计算方式 则是采用累进费率 用电量越多 电价会越高 并要注意季节电价的不同 下月期间 会比非下月期间的电价高 节约用电好处多 熟记智慧节电 Jopebo 聪明用电人就是你哟 最后 和小树蛙与狐狸猫 一起动动脑 生活中 还有哪些节电的方法呢 亲爱的同学 来想想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